荷蘭為防止Omicron蔓延,宣布再次封城,橫跨聖誕和新年 荷蘭所有非必要商店,禮拜日開始關閉至下月14日,餐廳只准做外賣 所有學校停貨至下月9日,民眾盡可能留在家 封城期間只能接待兩個房客,但聖誕和新年期間可以放寬至四個人 首相雷特說,收緊防疫措施是無可避免 因為Omicron變種引發第五波疫情,令國家再度受壓 如果現在不採取行動,或者會令醫院出現無法控制的情況 當局預計Omicron將會在新年期間成為當地主流獨注